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大陆公布出来去月份财新制造业PMI是52.8 这数字相当不错 这比预期的51.1来的高很多 也比前一个月的51.2再往上走高 这是创下了2011年2月以来的新高 这倒令人蛮意外的 创下2011年2月以来的新高 已经是这个数字连续三个月处于50之上的扩张区 换言之创下9年半的新高 显示大陆的经济这波回升的动能蛮强 怪不得路股最近走势也蛮强 其实是有一定的基本面支撑的 另外日本7月的制造业PMI今天也公布出来 相对比较差是45.2 在50以下 不过也是最近五个月来最好的状况 从先前低点反弹上来 日本今年第一季的GDP是负成长2.2% 这个正式的数字也公布出来了 日本连续两季度的GDP衰退 跟韩国一样 创下了经济 等于说符合到了经济衰退的定义 韩国也是连续两季经济出现负成长 日本股市最近颇弱 但韩国股市还不错 今天韩国股市违涨了0.07%的幅度 同时台湾也公布出来 PMI跟NMI 中金院今天也发布了7月 经过季节调整之后的采购金人指数 PMI中断了连续三个月的紧缩了 也呈现扩张 就回到50之上 至于说非制造业经人指数MMI则是57.3 PMI跟NMI同步的扩张 是这一次疫情来首见 PMI指数上升6.9个百分点 上升的非常多 而且非常明显到54.1 可见台湾的制造业也有在好转的状况 所以看起来股市的上涨是有基本面在支撑 不过想实在因为指数也涨多了 有些股票真的也涨幅过大 所以这两天也出现了拉回 我们节目现场是投家日报 孙清隆总监清隆你好 沐浩哥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听众朋友上YouTube打9800 大家可以看到直播画面 那清隆这个台积电已经连日回档 从这个上个礼拜的涨停板466.5 回到今天已经回档超过10%了 那台积电买点浮现了吗 你觉得 我个人觉得是我还会再等一下 那其实从几个原因来看 其实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一直在形容 其实现阶段的台股叫做辣鸡排行情 什么叫辣鸡排 就是我自己的例子 如果鸡排吃的太辣 其实我是会拉肚子的 鸡排辣的话就是韩式口味的 对啊 因为一般台式鸡排不会太辣 那可不一定 就看你辣椒粉有没有加很多 有一些人猛加辣椒粉那当然会辣 对那其实上个礼拜 其实随着台积电 应该前两个礼拜随着台积电 一路的过关讲将 一夫万关的 一夫当关的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我们可以感受到 市场确实是有非常激情 激情的演出 这么大的全职股都能够连续两天被拉上涨停板 这个其实就显示短信上确实是过热 再加上其实我们仔细去了解 其实在股票市场中 其实有一个非常不变的一个原则 其实就是基本面跟骨架其实永远都是主人跟狗的关系 那其实狗其实就是小狗就是骨架 那基本面其实就是主人 那不知道如果有去养过狗的人的经验 其他去如果带狗去公园上就是遛狗的时候 其实狗会跑来跑去嘛 但是他不管跑前跑后 跑左跑右 他最后一定会回到主人的身边 那除非你养的是不太中心的狗 就跑掉了这样子 不然一般来讲其实狗一定会回到主人的身边 那其实在股票市场中也是一样 其实骨架就像是狗 然后基本面就是主人 那狗常常会跑到主人非常前面 但是最后狗一定会等待主人跟上来 或者是狗会回去找主人 那重新回到台积电也是一样 其实我们在看台积电 过去我们在评估台积电的一个合理的一个骨架 其实我们大部分都是会用它的EPS 去乘上20倍或者是22倍的本益比 去推估它一个合理的骨架 那从2011年以来 其实大概大多数的法人 都是这样在推估台积电的一个骨架 所以依照台积电今年2020年的EPS的获利 我们预估 或者是我们看到一些法人的获利的预估 大概都是落在18块左右 那所以18块的EPS 如果乘上20倍的本益比 那乘上22倍的本益比 大概就是介于360到400元之间 那当然明年的获利 依照台积电目前的一个 7奈米 5奈米的一个产能的状况 应该是有机会去推升它的EPS来到20块 那20块的EPS乘上20倍的本益比 或者是22倍的本益比 台积电合理 在2021年合理的骨架 大概就落在400元到440元之间 大概就现在目前这个价位 那当然其实这一波 其实会让台积电连续拉两根涨停板的 其实有个很大的新闻 就是美国的Intel它可能本身在7奈米的一个进程出现了delay 所以可能会扩大委外代工的一个状态 甚至有可能甚至放弃 Intel可能会放弃更先进制程的一个生产的计划 那这个其实就让外资开始去推估 假设Intel把这个订单丢出来给台积电的话 那其实我们看到一些比较乐观的一些外资的报告显示 其实大家推估的时间点 其实我已经看到有些外资已经把台积电2025年的EPS都算好了 那这2025年的EPS就是已经把Intel的订单算进来了 那大概摩根大通印象中应该是摩根大通 它的EPS预估是28块 所以换言之2025年如果台积电的EPS也就会来到28块 那乘上20倍的本益比大概就是560 所以这就是大家所看到的长线的一个目标价 但是问题是现在才到2020年了 现在其实才2020年才刚进入下半年 其实行情的变化真的会非常大 尤其最近几天大家应该可以感受得到 7月份的台股是列阳高照 但是8月份的台股就像最近的台北的天气一样 狂风暴雨 其实这个天气变化的速度之快 跟台股的一个盘面变化之快 其实也像极了爱情 就是感觉那个速度的变化是非常的快速 像今天排名中也蛮明显 像上礼拜大家觉得半导体科技股一夫当关往前冲 然后生技股被打到像落水狗一样 但是今天排名完全颠倒 半导体股是完全是稀里哗啦的 像台积电也不行 甚至连这个联发科已经有财报利多的 外资都把联发科喊到1000块以上的这样子的利多 但是联发科也是开高走低 甚至像另外一档像文茂 这个做PA放大功率放大倾的 这个跟5G概念股有非常强的一个连接 跌了7% 它的第二季的财报是非常好 但是跌了7% 这个股市就是这样子 当这个市场资金要移转的时候 好股坏股它都会跌 那我现在讲的 问题就是说好股趁跌下去 你反而应该要勇敢在逢低去买路 对啊 就应该在逢干 不是当大家一味的看乐观的时候去冲高吗 对所以我说 像现在目前的行情其实就是 小狗要慢慢的回到主人的身边 因为其实这一波的资金的狂潮 确实是让很多的好股票 它其实股价的反应 其实已经反映到明年 甚至后年的获利的表现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 适时的休息一下 其实是好事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 休息都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我认为台股短线 这个短线我认为是8月 8月份可能会有比较大的压力 尤其我们看到最近的疫情 全球的疫情好像又 有点要在大爆发的味道 蛮明显有要在大爆发的感觉 那我们先前 其实我们看到一些 相关的一些研究报告 他们有去统计一些 当如果疫情爆发到 什么样的状态之后 其实对经济会产生一定的一些影响 好那台子期 这个夜盘今年很大波动 我们刚刚讲说 一开盘没多久 一个小时内 最低杀到12,371点 当时是跌了 有将近70点之多 不过现在目前吉拉 来到12,454点 上涨14点 也就是说 把这个70点的跌点全部涨回来 还多涨了14点 那刚刚一度还拉到12,468点 涨了有28点 换言之 三点到现在 已经有100点的波动空间 那为什么会急杀跟急拉呢 当然急杀是因为 今天这个盘势比较弱 延续今天日盘的下跌 那急拉是因为现在目前美国科技股 这个纳萨克指数出现了急拉 所以也使得台子期货 现在目前出现了急拉 好那这个是台积电 台积电当然是毋庸置疑的一家超级好公司 不过股价涨多了 它总是也是会回档 你说像是美国这些超级好公司 苹果亚马逊这些公司涨上去 你说它股价有没有回档 它也是会回档 但问题是回档完之后 它能不能再创新高 它是不是一个长期多头走势 这就是两回事了 好那我们来请教庆隆 就苹果因为在上周五 真的是非常夸张 就是涨了10%多 对不对 这个苹果股价 涨10% 一天的市值 它的股价大涨10% 一天的市值就增加1700亿美金 其中巴菲特就赚进了100亿 这个巴菲特真真是厉害 这个很会赚钱 100亿美金就入袋了 就光是巴菲特 这个苹果持股的增幅 就是100亿 因为它的苹果 大概有差不多1000亿的股票 因为巴菲特的其他播客下 投资组合里面 苹果单一的持股 占到40% 就真的是show hand 重压苹果 它股票里面40%全部都是苹果 他太爱苹果了 我觉得这次苹果分拆 搞不是他跟库克建议了 你刚会分拆 这样我的股票才会涨 因为巴菲特旗下的播客下 确实巴菲特今年要稍微加油一点 因为他旗下的播客下 确实在 在今年7月底以前 其实是美国的企业中 市值蒸发最多的前五名之一 所以他未来要靠苹果才有办法去重新插量这个股神的一个招牌 那不管怎么样 其实我们看到苹果其实礼拜五的这个股价的大涨 也让它的市值超越了沙烏地阿拉伯那个石油公司 就是国家的扶持了这个石油公司 成为全球市值最大的一家企业 那苹果市值超越了 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值公司之后 我觉得有一个现象 我们绝对去讨论 好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上周五也是7月的美股最后一个交易日 苹果一天的涨幅高达10.47% 一股涨了40.28美元来到425.04 那当然苹果上涨主要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它财报发布的情况 这个超出市场预期嘛 那超出市场预期也不至于会让苹果大涨10% 最主要的还是他宣布了这个史上第五次的股票分拆 这一股要拆成四股了 所以这个利多的激励之下 这个苹果股价双利多就涨了超过一成 那这个苹果已经来到425块了 会再继续涨吗 现在目前大家对苹果有兴趣的人可以入场吗 我们赶快请教投价日报的孙庆龙总监 那庆龙你怎么看苹果这次的股价大涨 真的是一枝独秀 对啊 其实它股票的分割 为什么会对股价造成激励的效果 就是因为它价格变便宜了嘛 那参与的投资人其实就会变比较多 就像是台积电如果现在是400块 然后如果拆 接下来如果台积电拆一股变四股 台湾好像没有分割这种事情 对不对 台湾股市没有 分割 有 台湾有一家公司拆分 一拆十 大部分都是发股票鼓励嘛 有有台湾有拆分 我忘记那家公司叫什么名字 它就一拆十 一拆十 然后有一档公司 然后这个要拆一下 去年还是前年嘛 就像大家去想象 如果台积电今天股价 如果从400块 因为一股换四股变100块 那大多很多的投资人 在买台积电的时候 就会比较愿意去尝试 因为原本成本从40万变10万块 所以你在建议台积电拆分是吧 对啊 那另外其实我们重新回到苹果啦 苹果其实 有人 对志伟好厉害喔 长科 对啊 长科 对 志伟你是股市活字典 来我们节目当顾问指导一下 所以我们看到长科的 好像他的股票带有旁边 就会有一个信号 对对 他一拆十 我记得他是一拆十 对 那另外其实我们再重新回到 苹果的部分嘛 那苹果其实 他的这个业绩的表现 第三季 过去以来的第三季 其实都是苹果的淡季 因为大部分大家都在等待 就是第三 他们的美国的计算的年度 第三季大概就是现在这个时候 就是因为他们大部分都在等待新的iPhone上市 所以大部分的消费者会有所谓的 所谓的等待的时间 所以大部分在这个季度的销售是不会太好 但是苹果所公布的这个季度的业绩销售却非常的好 所以就带动了整个苹果的股价 但是他业绩好的部分啊还蛮特别的 我觉得有一些可以让他去思考的 就是iPhone的营收啊 其实没有增加太多 他只增加了1.66% 所以表示他的这个业绩的成长并不是来自于iPhone 就是他的穿戴装置跟服务吗 对 穿戴装置的部分其实是也有成长 但是我觉得比较让我意外的啊 其实成长最多的啊 竟然是iPad 就是那个苹果的那个平板电脑 他的成长的幅度是高达31% 因为先前他都是衰退对不对 对 然后而且他的规模型也蛮大的 有有有其实当苹果的这个iPhone iPad的成长其实来到这么高的时候 其实他的已经来到六十五亿美金啊 就是年增是来到31% 这个其实可能是因为大家都宅在家里嘛 然后上网的需求非常高 但是用手机上网啊 其实不用讲老人家 连我连我现在的年纪 其实我有时候用手机看网络的东西 其实也蛮吃力的 所以会希望要稍微大一点的荧幕嘛 所以就看到iPad的营收 其实是年增的31% 那另外像Mac就是苹果的笔电 他年增的幅度也高到21% 其实也来到了Mac的营收的比 的规模也来到70亿 单季的规模也来到70亿美金 反而iPhone他的年增率只有1.66% 所以他的目前的规模是只有来到 两百两百六十几亿美金左右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大家可以去留意的 或许iPad的这个所谓的概念股 就可以去做进一步的去追踪 那国内的这个iPad的概念股啊 其实 其实也没有很多啦 其实跟iPhone的概念股是蛮类似的 那比如说像电子零组件的自操啊 见顶啊 自身啊 广语啊 金像电 那像还有像星星 另外包含了像光电谷的群创中光电 然后还有像友达 然后电脑的 还有比如说还有人保合硕跟星普 这个还有像可乘 这个都是长期以来都是 苹果在iPad的一个主要的供应链 那另外其实我觉得 苹果这一次的季报啊 它其实有一个蛮大对台湾供应链有个蛮大的警讯 其实就来自于它其实它的软体的收入其实一直在持续的上升 对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 就那个app的收入嘛 对app的收入就是苹果music这些 然后你要对啊这个其实是 还有苹果的这个电视对不对 对就是他们的服务服务的营收 服务的营收的年增幅度是来到14.8% 这个为什么对台湾来讲影响蛮大 因为其实表示苹果好 对台湾的供应链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因为大家卖的都是帮苹果做硬体的组装 不然你看鸿海的股价就知道 鸿海的股价又是另外一个故事 待会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讲 因为这大家非常多人关注的 所以其实 那赶快讲鸿海股东那么多 大家要听鸿海 首先就是过去来讲 一颗苹果可以救台湾嘛 但是现在苹果好 你看苹果已经市值创下全球第一大的一个企业 但是苹概股还是最近的表现 这两天的盘面其实还是蛮落差的 那比如说像鸿海 鸿海其实已经 哇这个股价的修正其实也是蛮吓人的 其实重点就在于 其实苹果它未来的获利会越来越靠软服务 就是软实力这一块 然后它会一直去砍硬体的价格 对硬体的价格 那硬体的价格它目前很明显 就是过去苹果的一个比如说组装的好了 组装的话鸿海大概占六成 iPhone来占六成 然后合硕占三成 然后伪创可能就占一层一层以内 那现在因为伪创把它大陆的这个iPhone iPhone组装厂卖给了力讯 大陆的力讯 这个卖得好 我们当时是做这样子的见解 是因为这个的厂一年的营收可以1400亿 但是它的净利率竟然只有 大概只有0.2%而已 那根本就做心酸了 所以这个卖去 卖给力讯确实是一个好事 但是一旦卖给力讯 对苹果来讲 那力讯它占整个组装的业绩 就不会可能只是在iPhone的一层 因为中国营收占整个iPhone的 苹果的贡献大概是15% 所以看到目前的一些报告显示 可能力讯它可能会慢慢的 将整个订单会吃到大概三成左右 那换言是如果力讯的订单 拉到苹果的三成 那少掉的其实就是鸿海跟合硕 那其实所以为什么鸿海最近的股价 会比较大的修整 尤其当力讯买了伪创的厂之后 反而就开始造成鸿海股价 开始往下跌的压力 大陆还有BRD 还有BRD 对啊你看BRD现在吃苹果也吃了很多 而且大家过去没有想象 iPad被BRD吃掉了 对啊 中国政府其实也在扶持 像这个力讯这样的公司 那一定的啊 过去大家总觉得 它可能扶持半导体 但是它扶持的方式 它都要扶持 它扶持的方式就很简单 就是我带给你可能30亿美金 对 然后10年不用利息 对 就是零息的这样子 反正它政策支持 这些重点产业重点厂商是肯定的了 这个无庸置疑的了 对啊 所以我觉得 它当然要顾好 它的就业市场顾好 它的经济发展 对 所以我觉得 我重新讲到鸿海 我觉得鸿海最近的一个市值的变化 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产业的讯息 第一个就是 大家知道力讯在大陆挂牌嘛 它的市值啊其实是超越了鸿海 力讯是超越了鸿海 那第二个其实就是 它已经一兆多市值了 对啊 那其实不要不要 是力讯对于力讯来讲 它拿苹果的硬体的单 不用赚钱 真的不用赚太多 反正股价会给它飙上去 我就从股票市场中去赚钱就好了 那这个就是 它可能赚整个产业链的钱 还有本益比被拉升 对啊 因为大陆的本益比本来就比较高 所以大陆其实过去很多企业 其实都是用这样的方向 过去的紫光也是一样 它为什么这么多资金可以去 一度要去收购很多台湾的半导体公司 其实都是因为紫光的本益比被拉很高 那其实这个部分其实会造成一定的压力 那另外一个鸿海的讯息 其实就是联发科的股价超越 自制超越的鸿海 这两件事情就代表了 未来其实鸿海会被夹捷过程中 台股的投资人 或者是整个的法轮人思维 其实会更偏重半导体 你如果是郭董 你现在怎么办 郭董已经这个退居幕后 但我相信郭董还是很心急如焚 就升级嘛 升级 升级是唯一的 好谢谢 庆龙 优优独播群 安安安 disappointed 人家 优独播群 应该 优独播群 也好 足排